什么时候是老了 当你心中没有那个大智 没有那个大的智商 没有想着 I have to do something 还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 才真的是老了 不管你变得 因为老了可以像李敖 他年轻很凶 很严厉 那当然会相反 变得很温和 像我一直温和 可能越老越严苛 所以都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 对每个人来说 等于说你认输了 你没有大智投降了 把武器 把你身上的盔甲 放下来了 那好吧 我就这样 不要以为 只有年轻人才会躺平 你知道吗 当你躺平的时候 你就是老 我是这样 美丽的说法 叫退步海阔天空 那说得好听 说得好听 老没关系 不要衰老 就不要又衰又老 那个虽然 其实我比较喜欢 嘉辉老师的这个表达 就是一般人就会说 你就像那个 徐老师讲的那样 就是哎呀 退一步海阔天空 说人到一定年纪 你一定要想得开 你要退出江湖 但心态特别的 平稳平淡 但我觉得嘉辉他就敢讲说 你只要胸有大智 那你就不老嘛 我觉得很少有一个 上了年纪的人会说 哎呀我还胸有大智 我还心有不甘 我还 那我们就是嘛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特别可归 一般人会羞于 羞于这样 有啊 你有大智 我不叫大智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大智 你这种娇小的身体 还有大智 我觉得可能 可能我们对大智的 那个标准不一样 就对自己来说 它就是个小小的一个 你想做一些事情嘛 你每天呆着干嘛呢 我也不会像你那样 我也不喜欢玩什么石头 什么欣赏古画 我也不懂那些 那你总要做一些什么吧 可能对于我来说 那个什么就是我的大智 可能跟别人来说 哎呀不值一提 但我觉得我们都有自己的 那个小小的大智 不是 就因为呢 随着年龄变老 你会带来的 可能是对自己的 这个职业的这种担心啊 那么比如说 这个节目还受不受欢迎啊 会不会过期啊 是不是 还能不能吃这碗饭呢 这些你 哎 这个我有一个 我一早就已经想好 就是我尽可能的走 就所谓这趟什么 时代的列车 我尽可能跟着走 我也尽可能的与时俱进 就是在不完全 让我的姿态变形的情况之下 我尽可能的微调 适应改变 但有一天 我实在跟不上了 我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那我就下车 人总会有那一站的 目前这一站还没到 但总会有那一站 我到那一刻 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 我是能够坦然接受 但是也有可能 是因为 我目前还在 可以跟着 所以我可能很坦然 可能到那一瞬间 也许也还会有心有不甘 目前这个我不能肯定 下车的时候 你的那个储蓄够了 是吧 反正目前的人 现在来说 好像人 没太大问题 能够活到120岁 是吧 就说嘛 就科技 就是其实可以达到的 你前60年挣的钱 够养你养到120岁 不知道 那不是还 你可以有一些遗产 分给我吗 好友的遗产 你这么一说 我这个整个计划要改变 我还等着你履行承诺呢 这是十几年前 鲁玉亲口说的 那就这样 说我老年穷囚潦倒了 他们家车库 还可以给我住 我们家自己都没车库呢 现在 没车库了 这个就是这样的 就拼谁活得长 活得长没钱 不是很悲哀 活得长的人 就继承那个人的遗产吗 对 你真是我妹妹 不是我现在觉得这个要讲真话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这个担心 因为我是一个什么事情 想到最坏的可能性的人 我跟你说啥 什么名气 什么不出名他好呢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 我们不幸的走上了这种 靠名气吃饭的这个道路 那么这个关于老的信息 对我唯一触发的就是这个事 就是说哎 这钱好像还没挣够啊 就别老说我了 你看啊 这个福科的哲学啊 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 他管一个东西叫 社会上存在某种权利 话语 存在一个意志 但是呢 你不要以为他说的这个意志是一个人 比如说那过去的旧社会里 可能说女人就得回家当主妇 这是一个无形的一个话语 一个意志 叫贤惠 对但是他似乎宣布着一些什么 他审判着一些什么 如人不受他的这个影响 对吧 然后你看现在互联网上 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许是这些自媒体 他为了博流量 这样的标题 总是会有流量 但是我有时候看的很有意思 你发现没有 有些标题总是很乐于宣布 谁是谁 主宰票房的时代过去了 新的这个明星 这个这个出现了 谁是靠谁谁谁 这个比如说老导演 或者老演员 他就我就发现整天网上 那么多人喜欢宣布什么时代过去了 什么 比如这个时代过去了 谁的时代起来了 除了为了流量考虑耸人听闻之外 这个背后啊 有一种 你觉不觉得有一个意志 这个意志呢 他似乎喜欢宣判新陈代谢 你说的这也可能是执认性命 就是执认现实 我记得多少年前 一个音乐人 咱们都认识 他就后来他就不干 他说音乐啊 跟这个年龄的这个特别敏感 他说哎呀 现在后生可畏啊 这些小孩你跟他们聊天 那真是特厉害 但是你听他们说那话啊 他说我就觉得 这是表面上说的都是恭维的话 可实际上 这是一敲一敲挖呢 我说挖什么呢 给我们挖坟呢 这哥们后来就提早退出了 他就觉得这个是青春的事业 对吧 他们到一定年龄 就不适合在干这个了 可以从生理上讲生老兵死这条 也可以从传媒的运作规律 讲人设的这种危机 但他你刚才讲到的是 牵涉到时代列车的主动力了 对 那就是进化论 进化论 你讲的精辟 中国人呢 从来呢 是三十年 河东三十年河西 相信的是循环论 那以前讲前人 先人 都是指以前的人 孔孟才是前人 才是先人 那当把过去的人称之为 三皇五帝称之为前人 先人的时候 我们的脸是像过去的 从五四 甚至晚清的时候开始 我们的观念悄悄转变了 何须离天眼论 转变成什么 出现了一系列的词 先锋 前进 进步 新 就不言自明 年轻 新青年 这是最最典型的 那所有这一系列 以新 以跪 这个是社会前进的方向 列车的最基本的意向是 列车往哪里开 它要往 新的 前进的 先锋的 往前开 那因此 老就变成了一个要达到的东西了 就更加是大家要谴责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才是这个 大家对老这个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 从一十年代开始 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每过十年 意识形态要翻一翻 他们要达到前一个十年的 所以我现在最近在一本书是讲 最近二十年的小说 他们说概括叫 漫长的九十年代 就是整个文学 整个文化的 大的意识形态背景 没有出现这么一十二十年的 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老这个意义 也就在发生 不断地发生变化 这个你记得 你就说你喜欢的李敖 他青年的时候 写的那个文章 听有没有 叫什么 传统下的什么 独白 老龄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 什么传统下的独白 你看 但那个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要打倒你们这老一辈 对吧 推翻你们这个老一辈 但是这个到老了 你看他老了就会说 你们年轻人的观念 还没我这个老人心呢 对吧 那个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是 五四的时候 四父情节 文学作品里边 你看巴金啊 曹玉啊 他们老的一辈都是坏的 专制的 保守的 所以都要打倒老的 包括王猛的活动 编人行 那个爸爸都是审父 近二十年 二十三十年里边 也有一个潮流 但反了 主人公都是年轻的 小孩 小伙子 他们对父亲的态度 不是打倒 是可怜 同情 父亲下岗了 东北文学 父亲在 倒霉了 甲瓶挖血的 全都是对父亲一代的 怜惜 怜爱 我们现在需要细老连贫的 宏观当然 我们讲到时代的变化 取代等等 我个人感受是说 老说到底 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非常个人 我们就是 不管你说我老不老 优不优雅 怎么样 你身体是最诚实的 你感受到 就像那个应该是 我以前说过 马尔科斯 笔下一个人物是说 年纪大 老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清楚知道 你体内的器官的位置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胃哪里 肝在哪里 因为它会折腾你 它会发出讯号 我清楚知道 我每一个器官 长在什么地方 那就麻烦了 那也是脑 那所以非常个人 可是从好的一方面来说 个人的重要性在哪里 你长不长近 假如你今天的年龄 所想事情的角度 看事情的方法 跟你二十年前 十五年前 三十年前 一样一模一样的话 好像你没什么讲迹 你经历过这么生命的喜怒哀乐 人悲欢离合 你都不能多一点领悟吗 所以老到底意义在哪里 重量在哪里 是非常个人的 这我个人来说 我这没来几年了 这几年就很多 觉得生活上面 也老了 有些除了也清楚知道 自己的器官的位置 对啊 这两年经常想到一句话 就听以前朋友说 你要快乐 不一定每天要有爱情 也不一定要每天要有钱 可是你必须每天 有一点点的大便 上厕所 我当时他一讲 我又觉得好熟 好恶心 年纪越大越觉得 那蛮快乐的 因为可能我身体特别不好吧 听说好多人都过了一个年龄啊 每天顺利上厕所了 通畅不通畅是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我这真是 这个这个要不是 当着鲁玉说的有点不干净啊 但是我发现你们作家 可能确实是有都有这个大便问题 因为你看 你作为咱们中国作家的代表 王蒙老师 王蒙也是咱们的老嘉宾啊 我就发现 他会在他的自传里就写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就是说我们如何 对我们的生活 你就知足吧 他就是说 哎呀 有时候能够 怎么说呢 成功的顺利的 是吧 解一个大便 王蒙老师不是有毛病啊 一个没有毛病的人 他都能够认知到 每天大小便正常 就值得庆祝 是一种幸福啊 真的 你告诉你 我要立个flag在这 因为以我现在认知 我明白 当此刻你无法共情的事情 你先不要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要着急 耐心等待 若干年之后 假以时日 五年十年二十年 回头去看 当年那天我们下午 在聊那个话题 当时我很觉得跟我无关 如今果然 我发现人生概末如此 我跟你还能接得上一个 就是说 不要论断人 你知道前两天 一个英国的一个小朋友 给我发一个 他说你觉得我是一个 喜欢叫judgment的人 judgment 他说你觉得我是一个 喜欢judgment的人吗 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我周围的 他说你知道现在就在英国 就他们这个圈子里 好像他们很敏感这个 比如说说 哎呀你总是迟到 他就哎呦就受伤了 就你judgment我啊 你的意思是你给我贴标签 你定型画我 他说我有的朋友 我就说啊 我说你爱迟到 所以我就早通知你半小时 他说我朋友当时就给我翻脸了 他就说这个伦敦的这个人 对这个很敏感 他说我是一个喜欢judgment的人吗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觉得你还不算 我说但是呢 确实是这个有人说啊 你不要论断人 而且有一位 我就以前也说过这个 有一个诺贝尔获奖者的女作家 她曾经发现过一个神奇的现象 这个在我身上也出现过 就是啊 你还真不要轻易评论人的某一个缺点 我说了这个人的缺点之后 三个月 大概不出三个月 这个缺点就出现在了我的身上 就是你知道吗 就有时候这挺玄的 你莫要论断人 你一论断人 就招在你自己 你论断的也许是你自己 这不是招 这就是说你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对你为什么注意到这样 其实你身上也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 不过他刚才讲的这个话 我真想问问你们俩 他刚才又说长进的问题 那就是说20岁到50岁 想法有改变 又说赞成不改变 就是你保持年轻的心态 你们你自己回想一下 你们20多岁的想法到现在 有根本性的变化吗 我还是有的 根本性的变化没有 但是有很多很明显的变化 就是人真的你年纪变大之后 你会变得谦卑 小的时候你还是会 就是意气风发的不懂事嘛 很多时候你不是趾高气扬 但是你真的不会 你不会认为 你会认为很多事情是理所应当 但你真的大了以后 比如说您刚才讲说 以前你找嘉宾 会不会很方便 现在会不会难 唯一的改变 就是现在当有一个人说 我愿意上你的节目 你发自内心的 会无比的喜悦跟感激 以前你不会 你会觉得就是工作 你答应也是应该 你不答应也是应该 但如今你会有这样一份感激之情 我觉得这个就跟以前 有巨大的不同 就你好像变得懂事了 变得懂事了 是不是通达 小时候多少是有点浑的 对 所以父母爱讲孩子说 不知道感恩 其实呢 人确实是成熟了之后啊 就越来越知道 机会的不容易 别人的难处 你知道就是 好比说有些中年人跟我讲 就对年轻人失了忘了 就是不再帮助年轻人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给了他机会 对吧 或者说你手把手教他 但是呢 他会认为 这是我自己的本事 这是我自己的能力 对吧 不但说 那天一个大叔哥哥还讲的 说现在 不要说这个什么知恩图报了 不敢想知恩图报啊 他不忘恩负义 就算善良了 就觉得好像寒了心 但是我听他这么讲啊 我就一下想到我自己了 年龄有变化 比如说 在咱们 咱们仨一块玩的时候 就是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总是会觉得 这个电视台 那是我有本事 他又不是慈善机构 对吧 那肯定是我有本事 他才用我呀 这是我三十多岁的想法 那你的确是有本事呀 不 但是呢 我今天 我就觉得 我没什么本事 很普通 很多人都可以有这个机会 也许是缘分 也许我就感谢老板 我就觉得是有缘的人 就是说 哎呀 真的是 就是很 很感恩呢 就是说 哎呦 他当年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要没人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啊 我就是 好像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会慢慢的 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反而觉得 觉得别人给我的那个特别不容易 嗯 你这么说我就崩溃了 你是我偶像 你现在说我没有本事 现在要进入什么模式吗 哎 真的哎 他是我偶像的其中一点很重要 哎 谢谢你看 给我倒茶 因为你说我好话 OK 努力啊 认真啊 简单来说 professional 专业啊 嗯 像我们有时候 曾经在网上一些活动的 绝大多数人包括我 哎 做完就算 他前前后后 连每一句话 甚至事后的 要哪一秒钟要剪不要剪 都真的认真去看着 所以简单来说 你就不能说你本领不大 感恩是要的了 你这句话反而让我想起 那个 这个 我听过 我听过前一阵子 听过两句话 我感觉蛮 蛮 蛮哀伤的 是说 全中国的父母 不在等待小孩 跟他说一句 感谢 感恩 那全中国的小孩 都在等父母 跟他们说一句 对不起 小孩嘛 年轻人嘛 总是觉得自己 有点不顺利的 觉得啊 因为我原生家庭的 童年畅生 阴影 我用余生来治疗我的童年 诸如此类的 那直到小孩也变成父母了 有自己的小孩 不一定需要有 那有些有的话 可能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对于谁对谁应该感恩 谁对谁应该说对不起了 难说了 纠缠在一起 你觉得的话 前半段 我会做成我的个人宣传片 后半段 做成公共宣传片 鲁月 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 咱们都是做节目的 你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 会特别注意研究 年轻人的兴趣吗 满足年轻观众吗 我没有 我就说我个人 我不信 你必须要相信 因为我会觉得 代沟是真实存在的 你认为你了解 但其实我们了解的 也就是皮毛而已 所以你最终你只能够做 你能做的 对方能够接受到多少 能够到什么时候 那就听篇由命 就是我说的 那个列车 什么时候把你扔下 就是听篇由命 所以我从来没有 试图去了解过谁 我可能就是以我的认知范围之内 我觉得好像我理解了 也仅此而已 但我不会 刻意地说 此刻我们这个 20岁他们喜欢什么 30岁喜欢什么 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觉得青年 最有力的 也不是听那些 对青年人说的话 就是说 你想你年轻的时候 你会听 比你年轻的人说 谁特别来说 这个是对青年人说的话 青年很反感 真的 爹味一定要谨慎 最近我们组里 一个青年编导 给了我一个刺激 就是因为我一开会 我就说 在谈什么呢 对吧 我说你们去研究 研究年轻人 对吧 我说年轻人 他们喜欢听什么呀 然后这个编导就说 文童老师 你老说 我们要去什么 服务年轻人 他说当你们 说年轻人的时候 他说我总觉得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他就说 什么是年轻人呢 说实在 就是这个行业 一个通力 就是说啊 有意无意的 我相信所有的 这个做节目的人 甚至是别的 这个行业的人 都好像怕 年轻人不喜欢了 然后 怎么抓住年轻人 电视台也是啊 怎么抓住青年观众 然后呢 他们以为什么 是青年观众呢 就玩点游戏 滑板 涂鸦 加点这个元素 对不对 比如说 甚至是宣传古董的节目 咱们也搞一个什么 一个密室 什么暗叹 他们玩剧本杀 年轻人弄这个 你看 这实际 是一种刻板印象 对吗 而且我更深的心理分析 我就发现 我之所以这么说啊 实际是一种 中年人的厌倦 疲倦 志诚之心 就是 我们做节目出来 本来都是要讲自己心中话的 对 但是做的太久了 你知道吗 疲惫了以后 实际产生了一个心态 就是 我无所谓 你 我无所谓 那么我真的叫为人民服务 可是你这个心态 实际不是真挚的 对吗 就是 我喜欢 你看我现在都说 我喜欢不喜欢 没关系啊 你们喜欢聊什么 我就能聊什么 你们要去了解他们 但是最后人家观众说 温涛 我们就喜欢听你聊 你爱聊的 我们要见这颗心呢 是吧 这其实是一个 我的改变 我觉得 其实以前我们主持人 你不觉得是没有声音的吗 对 我们每天说话 但其实我们说的都不是自己 对啊 就是你对我很熟悉 但其实你完全不了解我 对 就是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为我们 其实你还好 我是从来不表达自己的 你小心 我不是小心 就是因为你会本能的 你会觉得 你要把对方拖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你要听他讲 我所说的一切 只让你说 我们的声音 其实引在后边的 但是你还好 因为你的那个场地 是你也需要表达 我其实是这几年 才开始有表达的 你看啊 我引用这个 吴宏老师 讲的一段话 就是 当然现在网上这个风气 我就照念比较好 就是我觉得他提出这个问题 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年轻人 这个概念啊 可能是有毒的 年轻人是谁啊 是吧 然后 所以你看 他说 他从美国 现在回国嘛 他说 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词 对我也太广了 我感觉在中国和美国 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 美国不谈年轻 就是年老啊 很难进入每天的话题 比如说坐在一块 有的可能很年轻 有的可能很老 但这个问题 不太进入整个氛围 不太主宰 大家看问题的方式 回国以后 总能碰到这个问题 好像还没等你坐住 马上就把你放在一个 爷爷辈儿 爸爸辈儿 或者叔叔辈儿 包括这些00后 90后 80后 他说我自己对这个东西 很不舒服 因为我岁数太大了 所以到哪儿 都感觉像是供起来一样 特别没意思 他说我倒宁愿 我也不叫你年轻人 你也不要叫我老年人 大家就是一块谈谈 玩玩 看看展览 或者什么 他说我觉得 那样的状态最好 把每个人都放到一个位置 然后去规定 你该怎么想 或者不该怎么想 这东西实在是 没多大的益处 对 有感触吗 是啊 但这正是我们 中国传统的精髓啊 把每个人放在 不同的位置上 不讲别的经济 政治的位置 年龄上 在一起聚会 你说话 你要有分寸 你要有礼貌 你要懂得说什么 什么情况 同样一段话 你们小朋友聚会 可以说 你现在家里春节 大家的长辈都在 你就不该说 等等 就是位置感 而这种位置感 就是我们 我们称之为 文化修养 我觉得 我突然想到 年轻人也蛮累的 我要替年轻人 说几句话 马老师 没有真的 比方说年轻人 一个二十来岁的 对着一个六十多岁的 他讲话 没大没小 他就把你看成同龄人 一起玩 一起看个展览 一起看个电影 一起唱个K 很容易在被 别人在背后说 没大没小 不懂得尊重前辈 等等 对吧 被说 可是我很尊重你 对不对 唱K 给你先唱 你明明唱歌 很难听像文韬 我还要鼓掌 对不对 那这个 你又会说我 零零其事 好像给你压力 像吴宏老师 偶像 可是又说 对啊 我尊重你 可是你又说 你不安 觉得你被 到哪里都被攻着 好像爷爷被什么 你的确是爷爷被啊 就年龄而论 所以 重点在于 后面 好吧 我把你攻成爷爷被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之后 我怎么对你 我没有一些活动 不接受你玩 或者说排挤你 我觉得后面 那个部分才重要 我们要警觉的 不是说把别人 按照我们的身高 体重 年龄 什么什么 给他一个大概的认定 你可以说是标签 可以说框框 可是 那个极 往往是帮助我们 理解一个人的线索 可是 那个不表示我 把那个线索 变成一个框框 一个标签 我不会因为这些线索 对你有歧视 比方说女性 之后我就歧视你 可是 这一个的确是 生物学上面的女性 可是我不能这样歧视你 看扁你 你跟我一样平等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对啊 那呢 那我觉得 必须的了 现在 必须的 我学的 这个标签是两面的 我们讲半天 这点我们意识到 当讲老 标签 其实青年也是一个标签 对 对青年的标签画 未见的就是好 要说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 不要跟年轻人献媚 或者说 年轻人也应该知道 跟你献媚的那些画 未必是对你有好处的 献什么媚呢 对吧 就是 人就是人 要叫我说 男女平等了 老幼也平等 老少也平等 众生平等 都是人嘛 对吧 而且真的有的时候 我觉得 较年轻人 你说太累 为什么大家就乐呢 你知道 我想起来 一个 最近 那个 奈飞上有一个片子 拍得特别好 叫摩西 讲那个摩西 就是圣经 领那个 对 看了 我觉得拍得特别好 但是其中有句台词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 摩西呢 就是领着他们 就是离开 这个埃及法老王嘛 埃及法老王追赶在后 然后 红海在前 上帝 哗呀 施展神迹 劈开红海 然后又施展 那么多神迹 一路拯救 他的这个 犹太人 这个子民啊 就是要回到 那个应许之地嘛 但是呢 这犹太人 总是这个 懒性不改 对吧 一安全点嘛 就想歇着 一安全点就想歇着 摩西就说 你们就要跟着 上帝的律令 往前走啊 你们怎么能够 在这偷懒呢 然后那个是摩西 他兄弟还是跟摩西说 说他们很累了 他们一天被拯救了太多次 他们已经很累了 我觉得有时候 你让我想起 太深刻了 太深刻了 是吧 这句话用在时代列车上 就太深刻了 有时候你们觉得 就老人们觉得 对年轻人怎么 你们要这样 真的哪怕你特别 对 你特别好 你也得想想年轻人 他一天被你拯救了 太多次了 他已经很累了 多少次灵魂开窍 他需要休息 年轻人很聪明 他会把耳朵闭上 我们小时候不也这样吗 所以实际还是没有 都是放下救人之心 每个人我觉得 是为自己发声 我觉得比较重要 永远不要试图去为别人 就是你 你无法站在 那个人的角度 好像总是会觉得 我很理解你 我感同身受 你无法感同身受 你不是他 真的是 我就说 谁都别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 对吧 人家自个家的事 人家自己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就是这个